谈到辽宁篮球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庞大的人才基数 大多数球队中或多或少都有辽宁级的教练或球员 因此也有无聊不成军的说法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 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辽宁队主帅 也是第一位帮助辽宁捧起CBA总冠军和全运会冠军的主教练 郭世强 郭世强是1975年出生的辽宁人 他在14岁就进入了辽宁青年队 18岁进入辽宁一队 众所周知 辽宁一向盛产后卫 尤其当年当家后卫还是两名国手 吴庆龙和李小勇 他就算当时在努力 也是几乎无球可打 96到97赛季 四川蓝精升入CBA 郭世强被租借至四川打了一年 成为四川后卫线的绝对主力 得分猛涨到场军12.3分 顺带杀进联盟助攻榜第五位 这个时候才是他CBA生涯的第二年 那一年伴随着辽宁首次总决赛失利 一切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坍塌 吴庆龙退役 借过辽宁教鞭 辽宁三剑客解体 郭世强被召回队伍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上场时间逐年增加 联赛表现出色 蒋星泉在2000年 将他召进国家队 担任主力空位 此时的郭世强25岁 他的进攻能力强 能突能投 有身高 有速度 拼抢积极 人送外号拼命三郎 六场比赛总共出战177分钟 出场时间远远压到另两名后卫 李小勇和李群 成为当之无愧的主力空位 主教练蒋星泉 给予了郭世强较多的表现机会 他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 首战强大的梦之队 他打了33分钟 拿到8分 5个篮板 6次助攻 在开场阶段 很好地梳理了攻势 一度还领先梦之队8分 对阵法国的比赛 郭世强贡献10分 4个篮板 4个助攻 小组在末战 击败欧洲冠军意大利一战 郭世强又砍下了14分 7次助攻 那届奥运会 他场均贡献7.5分 4.2次助攻 成为中国男篮的队内助攻王 也就是这一届奥运会之后 郭世强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 掌球飞快 2000到2001赛季 他CBA场均贡献18.3分 5.1个篮板 3次助攻 1.8个抢断 3分命中率41% 成为队内得分王 之后连续三个赛季 保持着非常强势高效的表现 2004年雅典奥运会 郭世强帮助中国男篮 获得奥运会第八名的好成绩 然而郭世强却在2005年 就选择了退役 并担任辽宁队的助理教练 辅佐蒋清泉 期间他出任了国庆队助理教练 和辽宁女篮的助理教练 06到07赛季 31岁的郭世强 成为了辽宁篮篮 历史上最年轻的主教练 菜鸟赛季就带队主场事务连胜 他用了两年的时间 将辽宁队从保级球队 带进了总决赛 在季后赛中 立刻老牌竞旅八一江苏后 时隔九年重返CBA总决赛 最终遗憾输给了广东 获得亚军 他还获得了该赛季 CBA最佳教练称号 同时 他还一直任国家队助理教练 辅佐尤纳斯 并深受尤纳斯的青睐 2009年 他辞去辽宁队主教练职务 接替尤纳斯 正式出任中国男篮的主教练 那一年 他才35岁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中国男篮主帅 好了 到目前为止 你可能会觉得 郭世强的职业生涯 实在是走得太顺了 一路走上人生巅峰 但人生如戏 郭世强的职业生涯 也正如一部电视剧 总会剧情波折 处于自己职教巅峰的郭世强 此时却接连遭遇时运不济 2009年天津亚锦赛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后姚明时代的开始 在那场决赛中 面对哈达迪率领的 伊朗黄金一代 中国男篮上下 几乎毫无还手和招架之力 最终 这场比赛成为中国男篮 在亚锦赛上 输掉的最离谱的一场比赛 52比70 高达18分之差 惨败伊朗 这也是中国男篮近年来 第一次在大赛中 恥辱般地丢掉 亚洲篮坛霸主的地位 一时间舆论哗然 有媒体爆出队员与主教练有矛盾 故意输球 也有球迷认为这是主教练的过失 赛后的颁奖仪式上 中国男篮在接受银牌颁奖时 还出现了偷笑门事件 当然现在说到底是谁的责任 其实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郭世强的厄运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斯坦克维奇碑的九属之战 败给了土耳其 中国男篮只能与之前三战接负的 安格拉队争夺第三名 中国男篮的步步滑落 渐渐将郭世强退到了下课的边缘 他的执教能力一度遭到外界的质疑 最终他主动辞去了国家队主帅的职务 2010年 郭世强继续担任辽宁队主教练 但在2011年底 郭世强和球队核心张庆棚出现矛盾 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有你没我的地步 后来的结局就是 郭世强离队 张庆棚留队 人生总有起落时 人不可能总是顺风顺水 趁这个时间 郭世强远赴西班牙和美国学习 这让他终于有了时间总结 思考 感悟和沉淀 重新再出发 2013年11月 郭世强第三次拿起辽宁队的叫编 以杨明 郭爱伦 韩德军 李小旭为核心班底的队员实力出众 而郭世强经过几年的磨练 只叫日趋成熟 打法也日趋稳健 他带领球队连续两年打进总决赛 但总是与冠军实质交臂 是的 他们渴望一个CBA总冠军 他们继续努力 再努力 在辽宁队把郭世强举起来 抛向空中 终于是异常夙愿 不禁一番寒撤骨 怎得梅花 扑鼻香 郭世强和他的辽宁队 先是全英会夺冠 之后终于拿到他们渴望已久的 CBA总冠军 大家平老 我们是冠军 2020年6月 CBA复赛仅打了四场比赛后 辽宁队仅仅一胜三负 主教练郭世强闪电辞职 这是他第四次向俱乐部提出辞职 这次离开 依然是全队相送 后面的事情大家很清楚 郭世强去了广州队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练 我希望他能 能好好修一游戏 然后以后肯定他会有更大的助理 他还是很年轻 2020年以前 大家提到广州队 第一感觉是什么 于南球队 自2001年深入CBA以来 二十来年只经过四次季后赛 名副其实的弱旅球队 郭世强接手后 给球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蜕变 带队第一年就打进了季后赛 在郭世强的全面放拳下 宝岛球员陈寅俊 也获得了足够的上场时间 本赛季 他的得分能力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你可以从陈寅俊的身上 看到郭艾伦的影子 陈寅俊本人也是坦言 郭世强对他的帮助极大 可以说郭世强在从根本上 改造这支球队 让广州队悄悄地蜕变和崛起 郭世强可能不算是最优秀的教练 但他却是截止到目前 指教辽宁队时间最长的一个教练 他对辽宁队那帮小伙子的爱 丝毫不比任何人少 当辽宁队拿到拳营会冠军时 郭世强在场下帮他们拍照 喜悦之情易于言表 广州和辽宁的比赛 辽宁兰兰的全体队员 向郭世强致敬的一幕 让人动容 他兢兢业业指教辽宁15年 用扬名的话来说 辽宁兰兰能有今天 郭世强的功劳是最大的 郭世强一路走来 经历过荣耀 也经历过低谷 未来指教之路仍然很长 未完待续 全会58年 我们辽宁队从来没拿过冠军 拿过52 今天我们终于拿到了冠军 也圆了我们辽宁兰的梦 小领主也拿冠军 曾经中拿冠军 我感觉是前无古人了 毕竟我们是第一个 所以确实 我们这边小伙子太棒了 他们表现 大家平了哦 一有时候 大家平了哦 我们是冠军 大闹 有人接婚 我就抢着这事儿的 我去怎么说 我去搞定 对 我不说 我去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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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去搞定 感谢观看